点击置顶评论 下载北美省钱快报APP 美国超市餐厅里 啤酒的选择让人眼花缭乱 那适合大家口味的 必喝的美国人气啤酒都有什么呢 今天的视频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视频开始前请点击红色按钮 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方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对啤酒有了解的朋友 肯定知道 啤酒的门道非常深 可以因麦芽 产地 酿造工艺等的不同 细分出很多种类 今天我们就只从美国常见的 随手能买到的具体款式来说 1.Barlite 这就是常年居于销量榜首的美国啤酒 年销量能达到第二名的三倍之多 它属于美式淡拉格啤酒 口味清爽 容易入口 非常适合作为小酌放松 或者是避免在聚会中 马上喝醉的选择 女生的话可以选择Barlite Lime 这一款清明口味的淡啤酒 清新程度升级 不过它是没有甜味的 2.Course Light 同样是一款美式淡拉格啤酒 喝起来比Barlite还要清爽一度 所以更喜欢重点口味的朋友可以绕道 反之应该会非常享受它带来的感受 尤其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 喝一口 眼前就能看到沁人心皮四个字飘过 3.Barlite Barlite其实和Barlite都是由美国第一大酿酒厂生产的 这款酒在家国的销量可是第一名 喝起来无论是口味还是口感都恰到好处 是公认的非常适合国人口味的啤酒 如果想喝一瓶不苦 略带回甘 有淡淡酒香的啤酒 选它就对了 4.Miller Light 凡是带有Lite字样的啤酒都是更清爽的口味 这款酒除了容易入口 酒精浓度也很低 而且价格便宜 平时不怎么喝酒 想要尝试的朋友可以考虑 5.Corona Extra 前面四个都是美国本地生产的啤酒 而这个第五名的是进口自邻国墨西哥 只要是墨西哥餐厅 酒单上基本上都能见到这款酒 现在国内也很常见 一般上酒的时候都会搭配一颗清宁塞在瓶口 喝之前可以直接把清宁全部戳进瓶子里 如果想清宁汁和啤酒混合得更彻底 那就按住清宁 让果肉经过瓶口几次 把清宁汁挤进瓶子里 6.Modello Modello被称为超市啤酒中的小众啤酒 但其实刚才说的 Corona和它也是一家公司出产的 都属于墨西哥啤酒集团Modello 这款啤酒近年来非常受潮人们的欢迎 喝起来口感比较清淡 价格不贵 是个小清新们去酒吧必点的一款 7.Blue Moon 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比利时风格小麦啤酒 有非常浓郁的花香和果香 很独特 喝的时候可以加上柑橘类的水果 丰富饮用体验 一片柠檬或者是橙子 都是很好的选择 8.Stella Artois 又是一款很适合女生的啤酒 馋子比离时 喝起来泡沫细致 花果香气足 口味纯净 入口更不用说 淡淡的很好接受 9.Samuel Adams 遵循传统德国酿造工法的啤酒 非常受欢迎 清香微甜的淡淡啤酒味 令人为之着迷 Samuel Adams 除了热销的经典淡啤酒 每到特殊节令 还会推出季节限定啤酒 像是11月和12月才能买到的 Winter Lager 以及只有10月才有的October Fist 口味 都令人期待 10.Stone 圣地亚哥有精酿啤酒之都的称号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啤酒品牌了 Costco基本上都有出 偏重口味的朋友 一定要尝试 他家的啤酒 普遍适合喜欢Double IPA 黑皮和Start的人 如果以上描述的就是你本人 那么他家出品的啤酒 就是印了你名字的酒 网友们都很推荐 喜欢IPA的朋友喝一喝 Stone Enjoy Buy这一款 瓶子上的日期 代表了在这一天之前喝 是口感最好最新鲜的 这款也比Stone自己出的 其他IPA新鲜许多 好了 以上就是10款 推荐给大家的 在美国必喝的啤酒了 你平时爱喝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好酒大家一起喝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点赞分享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见 拜拜